接下來如何透過Current跟Row 所以底下我們就是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這個名稱改一下 也許刮戶裡面你就放Current與Row 這樣就可以了 就兩個函數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剛剛用了Current 所以你就變成說你要把Current跟Row兩個函數把它串在一起 那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說先藍 先上面的 其實你可以把上面的那個位置想像成 這是Current 所以我們就先一樣 這個就不用加個等號 你先插入函數 第一個的話用Current函數 然後這個裡面不用加任何東西按確定 再來的話後面你就變成要創公式了 所以AND的一個乘號 那乘號我們還是用X來代替 然後再AND的什麼呢 後面的話就是Row 所以Row比較短 直接自己打好了 我習慣自己打Row 小瓜糊 那因為要-2嘛 所以你就把剛剛我們這個Row 有沒有指的是哪一列 第三列 那我要把它變成1的話 你就-2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1乘1等於 那後面的話AND再加一個等號 然後相乘的結果的話就AND 那相乘的話就Current乘上Row 我有個拖欄的方式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一直複製到這裡 把它貼過來之後 再把這個中間AND的乘號 這個改成乘就可以了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後面 那記得這個地方把它改成什麼 實際上因為它真的乘嘛 不是加一個符號 你就直接把AND的乘號 AND改成乘號 這樣就OK了 就實際上這個Current乘上這個Row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公式大概是長這樣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需不需要再加什麼呢 像剛剛我們不是有加淺的符號對不對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不是一個儲存格 它是抓它目前所在的一個相對位置 所以它是不需要加上淺的符號 所以你現在只要把它向下填滿 再向右填滿 這樣 欸99 為什麼乘出來結果不對呢 有沒有發現 對 因為先乘除 後加減 你說這個刮起來的地方 對 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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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個要把它刮起來 後面那個嗎 後面 後面 對 後面的地方 我知道 這個不用啦 因為這個不會有 那會之所以發生錯誤應該是乘跟減 那如果乘跟減的話 因為以前小學教育 一定是先乘除 後加減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先 先減再乘的話 那記得齁 你要先把這個 先刮扶起來 先跟它講說 喔 我要先減了之後再乘喔 不然的話 它會先 乘的時候再減 那所以得到結果不正確 OK 所以這個地方出錯了 把它打個夠 看一下 那向右 其實這個就不分了啦 你 之前我們是先向下再向 像 向右嘛 現在的話呢 就是 不管 反正這樣結果就OK了 那最後如果公式 要再換成剛剛的那個 這個符號的話 你就把它複製一下 那一樣喔 就把這個 中間的 X 換成剛剛那個 乘號 OK 那這樣再把它 重新再向下 向右一次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 剛剛的這個 什麼 B3 A4 改成 Current跟Raw Raw-2 那關鍵的地方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這後面一定要先刮扶起來 如果沒有刮扶起來 結果一定會是錯誤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你看